今天要來開箱 平開心的 已經沉積很久了 而且這個我買超久 這個買了大概有兩個月 然後一直都沒有用 都放在角落 掌灰塵爛掉 結果 現在因為刷具也非常的髒了 所以我不能再等了 我必須使用它 這個是我在網路上面買的 好像可以洗刷具的東西 之前都有影片啊 就一直被下廣告 所以它一直出現 好像就是一個機器接上去 所以它就會轉轉轉轉 然後可以把刷具洗乾淨 於是乎我上網買了 好像才500塊以內 盒子看起來超破的 我收到的時候我想說 欸 這個怎麼有點擔心啊 不知道好不好用呢 今天有它 還有很多支刷具 我的大刷子都很髒 其實不應該用到這麼髒的 它們原本都是白色的 然後現在非常的髒 然後現在非常的髒 所以今天要用它 要把這一支洗乾淨 它說可以clean and dry 它可以把它洗乾淨 還可以把它弄乾喔 是高速旋轉的那種 機器本人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這樣 哇靠 超破的啦 就這樣 會不會不好用啊 就這樣 你放的方式想法 會這麼簡單 會不會有 好上手 你那個洗眼鏡底下 應該真的差不多 就是這樣 這什麼啊 欸 這個是軟的 你看喔 每塊五百塊以內 安裝完成 它裡面有很多不同的頭 這個 這個 這樣子 然後這個應該就是把它放上去 晾乾之類的 這樣 這樣可以晾乾 是嗎還是收納 然後呢 不同的刷具 假設是這一隻好了 這個寬度你就要找可以把它卡住的大型 因為太鬆了 這樣 然後把它接上去之後 就可以這樣 有長風耶 你手過來 這邊有長風 有 夏天帶出水 怎麼好像還不錯用啊 在這個裡面加入卸妝水 然後洗它 就這麼簡單 那我直接用倒 他說不用太多喔 我拿錯了這個是洗臉的 哈哈哈 我怕今天卸妝水會不夠耶 不夠你就要去買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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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澡水沒了 太精采了 太精采了 所以這隻脾氣很大 嗯 太立人了 嗯 嘿嘿 來 到底 確定喔 它感覺好像下去洗了之後 上來可以把它甩乾啊 啊 可是你水就髒啊 管它的 試試看 來喔 好 喔 喔 我媽要洗完了 先這樣 他說先這樣洗完之後 再 懸空 去懸著 他就會把它弄乾 風力很強啊 喔 乾了嗎 屁啦 乾了 乾了 欸 好用耶 這個是好用的 而且變乾淨了啊 它剛剛上面還都是那個黃黃的顏色 我們是不是沒有拍前 前 前 不然你拿另外一個再點 欸乾淨了耶 下呆 下呆 我以前洗刷具都超辛苦的喔 接下來洗這一支腮紅刷 腮紅刷上面的顏色還蠻明顯的 洗掉了但是沒有很乾淨 乾了 又乾了 洗掉了 可是上面的紅紅的還有一點 應該是有紅紅的 一直吃色吃上去的 沒有 那應該是我的卸妝水 我的那個洗刷具的水不好 不夠 不夠好 不然應該是一下就洗掉 可是真的它乾了耶 欸你們不知道我們以前洗刷具多痛苦 就是你要把它洗乾淨 洗很多次才會洗乾淨之後 然後你要再一一的硬乾它 晾乾它 晾乾它 然後有的 如果你沒有趕快把它晾乾的話 裡面還會發奶 會臭臭 可是這個好乾淨喔 我的天啊 是好用的喔 可是這個斜的也可以嗎 因為它剛剛是圓的 可以離心力被甩開啊 斜的可以嗎 手好麻喔 欸它真的是ok的耶 可是斜的比較不好轉 你知道女生洗刷具 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不愛洗 懂嗎 好 我吃貓皮的天氣要不要這樣 謝謝謝謝 沒有這樣 在家 在家不要這樣 媽媽在忙 怎麼這裡沒有吃的 要不要 他說上次來有烤雞啊 哈哈哈哈 你剛剛今天吃的牛肉飯沒嗎 很快 你有500塊沒有嗎 真的 掉下來了 修好了 大家不要害怕 500塊的東西不要太強求 乾了 好鬆喔 可是我不喜歡這個洗刷具水的味道 好 每天啊 你聞 是不是不好聞 好像很可以喔 鐵頭了啦 接下來就是 繼續洗 我覺得它好像蠻好用的 那這種形狀的唄 那如果你要洗 就是刷洗頭 這樣每天化妝的 就是每天化完之後 就是隨手洗一下 就是噴在紙上 然後磨兩下 然後接下來就是 等它髒了你再洗 可是我真的偷懶 所以我很久沒有洗 這隻比較密 看這隻好不好 跟你講 這影片上去之後 還有這個會大賣 廠商 想不想要業配啊 廠商 業配一下喔 廠商 手播都沒有業配 都沒有錢付給阿瑟 好奇怪 它變旁分了 它原本是扁的 它是平面的髮質 它長得像這樣的放大版 所以它是平的嘛 它現在變這樣旁分了 你看它 你看它它前面這樣 炸掉 順一順 欸還好弄得回去 可以可以可以 順一順弄得回去就好 沒電了 沒電 你看 糟糕 等一下 我還掉了 不是啦 什麼時候掉了 蓋子 蓋子什麼時候掉的 我剛剛放下去的時候掉的 你有沒有錄到 應該有 有啦 這樣比較好洗 這隻乾不了耶 乾了 可能因為這一隻它是 因為這一隻 因為這一隻 它是這樣子刷的嘛 這樣子刷 所以它這個根部 是一個平面 它不是像這樣子 它是一個 炸開來的毛 所以這個可以被甩開 但是這個比較難被甩開 所以像這樣子的粉底刷的話 它好像就會比較難乾 這樣 但還是ok的 接下來 這個 形狀很奇怪的 然後秘密的這一隻 這一隻 它基本上 你看已經長成那個樣子 欸好爛喔 這個位置掉下來 你看 應該就是太鬆 果然是個熊米亞 Hamish 王蠅回來了 王蠅回來了 王蠅為什麼帶尿尿 王蠅回來了 他們今天去洗澡 可以耶 可以耶 可是 對啦就是我的那個 洗刷具的水沒有很強 可是你看它剛剛那個一重一重的 已經掉很多 然後這樣摸也已經是乾的 還有一點水 平的刷子進去都會變 旁粉或是中粉 圓的就會是鬆鬆的一球 可是像這種平的就會變這樣 然後再幫它整理一下 換水 好 好 我剛剛洗這些刷子 花了好多精力 右手好麻喔 我這個角度比較漂亮 你拍我拍這麼久 你現在才發現我漂亮的角度 什麼 以後我們手播我都這個角度拍 臉書大頭貼換這個角度 粉絲專業的那個封面罩也有 立刻換這個角度 以後他們叫我就會這樣 以後我直播也這樣 這種刷子好像要在 衛生紙擦一下 然後也是一樣啦就是硬乾 因為它中間甩不開 在我冗藏的嘗試之下 至少發現它有另外一個bug 算是一個收穫 體刷具好無聊喔 然後這個一直被打開 啊我知道了 可以邊追劇邊 哈哈哈哈哈哈 完成 好累喔 花了很多時間在洗好 欸 可是 雖然看起來很冗藏 但是如果這個是 平常就是一支一支手洗的話 要更久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那麼討厭洗刷具 洗完了 洗完了 整理來說我覺得還不錯用欸 因為這跟平常洗刷具的那個 程序跟工程來說真的是太輕鬆太快速了 可是 就是 這種比較密的刷子 或者是 比較平的刷子 而且 還有小刷 就是這種 小的眼影刷 扁的眼影刷 平的眼影刷 反而洗得比較辛苦 就是它要到完全乾要比較久 可是相對的像這幾支 又大又胖的那種鬆鬆的蜜粉刷啊 遮瑕刷啊 腮紅刷 就可以很輕鬆洗乾淨 然後甩得很乾 所以 還是不錯 小刷如果就是甩不乾的話 再用那個衛生紙稍微壓一下 其實也馬上就乾 只是就是 東西質感不好啊 質感不好之外 我剛剛在過程中 這個一直噴出什麼你看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買到瑕疵品 還是 還是你們有買的也有這樣子過嗎 還是有人用過類似的 或者是它是 我不知道它是自己的一個牌子 還是它是 仿別人做的嗎 反正就是這個部分我覺得很爛 然後 再來就是這裡 這個剛剛一直在那個 現在又卡好了 剛剛在洗的時候 有幾次它掉下來 蠻多次的 所以我不知道是怎樣 但就是 堪用 目前用起來覺得還不錯耶 然後可以輕鬆把刷地洗乾淨 這樣子 又不太貴 阿德說 老公 哈哈哈哈 阿龍洗乾淨 謝謝老公 它可以這樣放掉一隻 好了 上網買了CP值還算不錯的洗刷具的工具 按定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們訂閱按大家分享 不要忘記開啟旁邊的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喔